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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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Alex 今天星期日4月3日 我在新田的魚塘拍攝小鳥 主要是拍攝現行 原來附近有一個叫金康行 有一個鳥巢在地上 距離拍攝的地方相差很遠 用到604 再加一個二乘 還要用APS-C Mode 等於10000-1800mm 影像才足夠大 最主要是因為距離比較遠 用肉眼都很難看到的鳥仔 而鳥蛋更加難看 因為地上是白色 鳥蛋也是白色做一點點 而我第一次發現鳥巢的鳥蛋 主要是拍攝金康行動的時候 慢慢慢慢地走 走到差不多距離 才看到原來有些鳥蛋在補 當時太陽也非常猛烈 金康行也去搵食 偶爾會回來再補一補蛋 最有趣是見到父母 好像接力一樣 當一隻搬完蛋一會 然後離開去搵食 然後第二隻接力繼續敷蛋 這個場面也挺有趣的 而當兩隻金康行父母都離開的時候 雖然留一隻雞蛋在地上 但其實也很難發現 剛才也說過 雞蛋好像保護式一樣 就算我用長鏡 想找回雞蛋 有時也有些難度 我也找不回 大家就慢慢看看這些畫面 對 然後便會看到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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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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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